前段时间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与男友甜蜜游玩视频的陈乔恩同学 日前终于从海外回上海了 当天陈乔恩的助理早早的就带上狗狗去机场接自家医人去了 不过因为海外疫情严重 足足等了五个多小时 戴着帽子口罩 将自己保护的好好的陈乔恩 才推着行李来到街机大厅 工作人员见状赶紧接过行李自己推着 陈乔恩则跨着自个儿的包包 并接过其他人地带的水 与众人一路边走边聊 到了停车场 见狗狗扑过来欢迎自己 陈乔恩立马停下脚步 与狗狗在外面玩了好一会儿 才坐上车前往松江附近的酒店休息